好 机场枪击案引发关注 稍晚8点20分 航警局将出面说明 我们稍后也会为您跟进 接着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又杠上财团 鸿海集团今天大动作 在六大报头版刊登 要求台北市政府48小时内上网公布 三创数位生活圈所有招标文件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则是怒批 台北市府不是鸿海附设政府 活跃味十足 鸿海总事长郭台敏坎等六大报 要求师傅48小时内公开三创园区 投标案文件 并还话题日期做工程暂停施工 威胁意味浓厚 也让柯辟很不满 鸿海财大气粗 可以花300万以上来传递一个讯息 但是我还是认为有问题的话 到台北市政府来沟通 我就明白讲 依法行事 你要停就停 到时候我就按照该什么办 本政府台北市政府不受财团威胁 罕见动怒向财团宣战 据了解三创世卫生活园区 九成台北求业园 2009年台北市政府公开招标 吸引鸿海 蓝天 连强 政威等厂商投标 虽然最后由鸿海出现 但竞标过程中的争议 全力经营运问题 却成为名嘴与外界议论焦点 郭东除了告上法庭也发表声明强调清白 但这把火却延烧到台北市长柯文哲身上 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会送联政委员会去讨论 就这样而已啊 到现在为止 难道台北市政府有做过任何发言吗 没有嘛 台北市政府是公诉 是公家机关 不是鸿海公司附设台北市政府 没有一家财团可以用说 限48小时内 要台北市政府做什么事情 难道不然他就要停工 这就是目前这个国家最大的悲哀 财团怎么可以如此的嚣张 强调财团企业身手干预市政 态度不对 便表明一切依法行事 后续将在一周内成立连政委员会 就正义弊案 包括远雄巨蛋等问题进行讨论处理 新台电视高建论审慧同 台北报道